合體李四川車掃倒數一天 謝國良要催出不同意票 但罷免方也持續猛攻 這個市長我們不要 拿看板發傳單 能拉多少就拉多少 畢竟七萬七千七百票門檻相當高 其實金融市民對謝國良 是真的還滿憤怒的 掃街催票兩邊都攻進市場 但罷良粉磚前一晚爆料 國民黨今天晚上即將在 安樂路的麵粉場來舉辦 反惡霸造勢晚會 結果卻遭到爆料 來這邊參加民眾 不只有免費的便當可以吃 還有一百元的交通費可以領 秀出來群組截圖 重點就是這一句交通費 每人一百元 我們絕對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是不是真正有人打算這麼做 亦或是要造謠抹黑 會請黨部稍後要去提告 否認有雜錢動員 但拆糧團體更炮轟 這場造勢並非真正民意 謝國良這場造勢的場地分布圖 每一個區塊都有負責任的單位 是需要找人來把它填滿的 絕對不是民意的展現 不過藍營即將大軍押近 而且還迎來最大嘉賓 立法院長韓國瑜 要幫謝國良掃接敗票 但罷免方也出動罷韓四君子 展開反制 基隆人對這幾位所謂的罷韓四君子 根本不認識 沒有任何的理解 節省歡迎韓院長到 並且也不會撐下任何仇人子 究竟仇韓情緒 會不會造成選票轉移 雙方要拚 這最後一股氣 而新聞成績學 鄭若謙 張韻科 齊龍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